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留下了对石涛有希望吧 寄予希望很多拜年的朋友 结果今天早上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突然有个另外的朋友 我不知道原来是不是留过言了 他写了一条 他说石涛你是不是希望中国会乱 这个就因为大家都是拜年的留言吧 这个留言就显得比较突出了 比较比较撞眼睛 我自己看过之后呢 我觉得这话可能是不是看石涛节目还是看短 我这乱不乱不是我说了算 我说了不算 我也没那本事 对不对 我希望乱也没用 而是对于真正的修行者来讲 当他看到未来的时候 无论怎么样 他都希望所有的生命有一个最好的结果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任何的波动变化 网上有着不同的评论 第一评论春晚的 第二就是评论有关大年初一商庙里烧香的故事 那咱先跟大家介绍两篇有关商庙里烧香的故事 雍和宫大年初一去了七八万人去烧香 美国之音的报道这么说的 文章讲说大年初一这天 有七点六万人上雍和宫烧投注箱 一个湖北来的男人为了烧投注箱 在门口等了四十八小时 大年三十是在雍和宫门口过的 那文章他提到的都是描述当时的情况了 他说根据东城的公安分局介绍 除夕中午十二点 也就大年三十的那天的中午 十二点就有人相课开始排队了 为了是等大年初一的投注箱 到了这个大年初一的凌晨五点钟 以两千多名保安力量 把雍和宫给包围了 七点钟到九点钟 进入雍和宫的人就一点一万人 然后他就描述了整个故事 那包括旁边的国子店 整个满马路上全是人 咱就不知道当时的这个秩序 有没有那么好了 我想想我觉得也挺特别的 金庙里烧香 那你能够接受你这些香火的 一定是你心中的神明 你认为接受了这个香火 他会保佑你 对吧 这是不是迷信了 我问你 问你 是不是迷信 这是我想跟大家提醒 在我的眼睛里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很多东西被扭曲了 就是说他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去出发 而落生成任何一个人 他的天性当中就有着对神明的敬仰的那种善念 这是在他落生的那一天 那一刻就带来的 后来的无神论 后来的迷信的说法 是党宣传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么个概念 不反对共产党 不抛提共产党 你是对神明的亵渎 是对你自己的亵渎 因为对神明的敬仰 不用别人教 你自己就有这种感触 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有这种心理反应 这种心理反应 是你与生俱来的 内在的你灵性当中的 而你说的迷信也好 无神论也好 是你被教育的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 不相信神明是对自己的侮辱 真的是对你自己的侮辱 和对你自己生命的摧残 然后文章就提到说呢 到了大年初一的下午五点钟 那去雍和宫的人呢 大概是七点六万人 那雍和宫呢 我们知道那是个喇嘛庙 所以我就想起来 你有对藏传佛教很多人 包括对一些藏人 藏民的那种 汉人的歧视的态度 其实都是扭曲的概念 美国之音另外一篇文章 这么说的 中国民众春节回归老祖宗传统 他直接讲说 中国城乡许多民众 大年初一一大早 迫不及待的来到了各地的庙宇 上乡祈福 北京的各大佛教和道教寺院 如白云冠 广集寺 雍和宫 人潮汹涌 香烟缭绕 钟声不断 起伏不断 那我看到网上有些照片呢 那就不是烧香了 那就是放火了 那都是拿这么长的香 呼呼烧 那就是放火了 不是上香 其实我问大家 你说为什么要上香 为什么要点那香 很多人不明白了 人传统的文化丢失了 都为了自己发财 保住自己的福分 内心中又有善良的一面 善念 我说的这个说的善念 是对神明的敬仰 对神明的本身的内在的那种 萌萌之中的肯定 但是呢 又出于自己利益的要求 这就是党文化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之后的表现 但是人每一个人当中又有这样 与生俱来的这种善良的一面 才出现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 一位在雍和宫上香的北京居民叫做郭明 他跟这个记者这么说 这是民间的起伏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毕竟有他的深刻道理 好像越活越觉得是那么回事了 我觉得这句话就到位了 活明媚了 那网上呢 紧接就对相应的这个春晚有过评价 德国之声BBC都有报道 德国之声的报道题目这么说的 看春晚只为了吐槽 那文章写的蛮长的 但他整个内容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他直接提到说 到底为什么要看春晚 现在也解释不清楚了 大多数人说这是一种习惯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春晚的出现是当年为了缓解社会压力 而BBC的两篇报道 其中第一篇呢 他是这么讲的 央视春晚再次成为社交媒体的热点 所以他更倾注于老百姓的讨论 一位主持人兼歌手柳妍 对春晚的评价这么说的 这是我今年笑的最多最开心的夜晚 感谢春晚感谢微博 一定要看春晚 否则你看不懂微博 另外一个人这么讲的 今儿晚上必看春晚 不是为了节目 而是为了看懂网友们到时的神吐槽 而另外一个人直接讲说 比段子手更牛的是哈哈党 一边刷微博一边看春晚 还要做到描懂各种段子 看春晚为了嘲讽 看春晚为了嘲讽整个体制 为了嘲讽春晚 而且大家太机智反应太快 所以要瞄懂 也就是说看出看见任何一个人 在微博上发的段子 你要懂得他的意思 这是看春晚的目的 人们对他的是一种嘲讽 而在春晚当中呢 爆出了说照片比较传的比较多的 一个是董晴的照片 在电视上看董晴就剩了个脑袋 要光剩一脑袋 整个他穿的是红色的衣服 大概不知道是旗袍我没看 跟红色的背景迎合在一起 在党的文化当中 红色是什么呢 杀人的血 就剩你脑袋 在去年的春晚当中 有一张照片 全是椅子 在阴暗的阴蓝的那种 非常阴森森的蓝色的光彩之下 椅子上贴着个人 每一个人的名字 谁坐哪把椅子 所以往下一看 好莱坞电影当中的目的 那今年春晚当中 有另外一张照片 那春晚的照片啊 在节目上没办法拿出来 照片所是有一个背景图 然后有这么立的一个建筑物 这事没法说了 就没法说了 那立的这个建筑物跟背景 背景物合在一起 比这个人民日报社的建筑 更具有它神奇的一面 和直接点题的一面 那在我个人的理解当中 我们看过很多预言啊 很多一提预言 有人说就迷信了啊 你要说迷信 你就别去雍和宫烧香 你也别去白云馆摸猴 你更不要去广集市如何如何 你去了广集市出门 你能吃二两包子一碗炒干 你记住广集市的门口 二两包子一碗炒干 过马路别让车撞着 我说的意思就是 很多预言的说法 应景的东西 就像你进庙里烧香一样 你说不清楚 但内心中你知道 在告诉你什么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